第一第一第一 人秘班冲 本期看点 推进展集的张俊宁哥哥 来喽 哈喽 哈喽 你好 哈喽 甜蜜任务的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张俊宁 哈喽 哈喽 那世界第一等这首歌 演唱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当时有没有会担心自己驾驭不了 超大 我真的恨死人哥 他当时为什么要挑这首歌 有什么技词小技巧的 我觉得就是死记硬背吧 刷牙的时候 烟魂 死注定 睡觉的时候都是 烟魂 死注定 被这首歌就是整个就是洗脑就对了 哈哈哈哈 谁是哥哥团里的这个运动推广大使 那我就当然不让吧 自己 或者我跟客群哥可以PK一下 对于细活人不活这个评价 你怎么看 没有 就是拍玩笑 其实评论了一下 也可能是我是不红情织吧 哈哈哈哈 精品之色猜猜猜 在线挑战找自己 我好像知道了 我演过的一个 就是跟游泳有关的一个电视剧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这个我知道了 这个我知道了 看到第二就看出来了 印象太深了 因为这是我第一部戏 对 甜蜜的任务 伴你上班路 哈喽大家好 我是搬车员施凯 哈喽大家好 我是搬车员伊丑 凯可我问你 听听斩机你看了没 那肯定的 我可是从第一季追到了第二季 七七看七七嘴 有没有觉得哥哥们的舞台 真的太酷炫了 确实 那我们今天也请到了 我们披荆斩棘的哥哥 俊宁哥来到我们现场 欢迎俊宁哥 哈喽哈喽哈喽 你好 哈喽 甜蜜任务的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张俊宁 哈喽哈喽 那么俊宁哥今天第一次来到 我们的甜蜜的任务 今天我们会通过手中的 甜蜜身份信息卡 和俊宁哥进行身份信息核实 核实结束之后呢 才可以拿到我们的专属车票 登上去往披荆斩棘的班车 没错 那我们现在开始进行 身份信息认证吧 第一个关键词 IP常驻地 披荆斩棘 在一公舞台 俊宁哥和 林贤齐哥哥和吴卓熙哥哥 仁柯哥哥分到一组 压力会不会很大 其实当时分到一组的时候 非常的妙 出舞台结束了以后 我们都在一块吃饭 然后吃饭的时候呢 我觉得小齐哥就坐在我的旁边 问我会什么乐器 我说我会弹钢琴 他说啊你弹键盘 我弹吉他 然后我们可以 组一个半个一样的表演节目 当时还聊的挺开心 突然一下 然后广播里就公布了说 性情第一次公演组队 我当时就脑子就蒙掉了 我就说啊这这跟谁组的 有点紧张 哈哈哈 然后然后突然跟小齐哥 两人四目一对视 我就说小齐哥 我们一起吧 哈哈哈哈 小齐哥我跟你吧 我都可以啊 可以吗 可以啊 主动出击 缘分来了得抓住呀 然后后来这会儿 那个卓熙哥和仁柯 他们就一块加入 然后这个队就组好了 我觉得就很机缘巧合吧 那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你们队内的氛围 我觉得大家在一块住的时候 小齐哥其实给我印象很深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 我感觉我应该是起很早 但是我发现我每次起来了以后 小齐哥的床铺都已经没人了 已经空了 然后出来以后都发现 小齐哥已经把早饭都吃完了 哈哈哈 然后我们有卓熙哥 他厨艺超好 又给你们做饭 对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跟着卓熙哥就是不会愁吃的那种 有这样子有真好 然后仁柯是我们的这个组的开心果 他就属于就是时不时的就是很语出惊人 一直在给我们讲笑话 然后对于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可能就是说 哎 他打呼有点 甚至真的是蛮大的 哈哈哈 我就这样说 仁柯你应该真的给我多买几副耳塞 哈哈哈 那遇到打呼这种情况 是只能用耳塞吗 那我也不大可能说 哎 别打了 哈哈哈 对 看得出来很快乐了 很快乐吧 就蛮开心的一个事 那那您是在里面 嗯 我应该带领他们就有时候就就比如说健身啊 运动啊 然后在训练室的时候也会放松一下 对对对 哇那这组真的是有人做饭 有人讲笑话 还有人带健身 样样俱全样样俱全 之前俊宁哥在你和我的清晨时光中和凯威哥金汉哥都有合作 那这一次在节目中相遇 你觉得他们两和之前对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金汉现在这个变化还挺大的 当时拍的你和我的清晨时光的时候 他是拍蛮青涩的吧 那会儿其实他是刚开始拍戏吧 愣头青的感觉 哈哈哈 现在变了 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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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凯威哥他一直就是老大哥一个好大哥的那个感觉 然后我觉得他能来这个节目也是对他来说应该也是一个挑战 因为他是很慢热的人 因为我们经历太多 像我和凯威哥我们在科瓦马伊就是新疆开了一个服装 所以其实也都是老朋友了 我们开启下一个标签 富红体质武侠气古偶大男主 季宁哥参加拼命展节 我们都说梦回五星大饭店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潘玉龙这个深入人心的角色 你今天想喝酒 你今天想喝酒 你喜欢喝什么酒 那会儿真的是太小了 才大二吧 那会儿应该是才大学二年只有那个拍的挺早的 所以很帅 感觉像上辈子的事情 也没有隔这么远 潘玉龙这个角色一直是深入人心 但是对于戏火人不火这个评价你怎么看 我觉得那部戏是我人生中真的是一个里程碑的演戏 因为是我第一次拍戏 有一个这么样的一个机会像海洋老师他到我们学校选角 然后就选中了 是一个男一号的戏 所以那会儿真的是机遇蛮好的 而且当时这个剧还算挺火的吧 真的 但那会儿其实我觉得就是压力超大 因为这么重的一个角色 我其实真的 我手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然后就是每次一眼就出话 就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东西 就是表演的这些东西都是在那个戏里面学的 那俊玉哥最近在直播的时候有自嘲说自己是不红体质 那你当时为什么会这么说 没有 就是我经常喜欢看大家的一些评论 然后发的帖子什么这些东西 确实会经常看到什么为什么不红 我说就这种东西 我就很开玩笑 其实评论了一下 说也可能是我不是不红体质 但是我觉得其实你在做什么 你肯定想做优秀员工 对 然后但是这个东西很多有各种因素 因为其实我也一直都在拍 对 我觉得能让大家看到你的作品 其实是一个真的很幸运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也不一定吧 就相当于说角色的名字大于我自己的名气的话 其实是已经好 是因为证明我把这个角色演活了 是的 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工作 你接的角色你好好的去把它演好 然后你剩下的你觉得你真的没法去控制 对 透鸡薄发 对 我们都说你是最具有武侠气质的男演员之一 也特别期待你接很多古装戏的本子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当时陆小佳的一些片段 看一下 叶兄 这小姑娘还挺心疼你啊 听我的 好好对她 要不然我陆小佳就随时把它抢走了 其实那两年就是这样的武侠的还蛮多 我还蛮喜欢拍打戏的 就这些戏的话都是需要去套招啊 训练武术的方面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方面我还蛮喜欢 就是我觉得拍一场打戏其实还挺有意思 嗯 吊威啊 感觉自己真是会飞 哈哈 但蛮危险 你比如说人家一叫你 可不可以 你都说可以 那会儿你都是不能跟人家说不行 对 不能吊那个样子 对 直接你就硬上 所以你收工了以后 你都会三分雷雷 不是这儿一个淤青 那儿一个淤青的 因为小琪哥他有过很多的打戏 哎是大前辈了 小琪哥就跟我说 就是说你不管你拍什么 只要里面有打戏 你自己提前就把这些的户具 全部你自己都要准备好 做好万全的准备 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把这些角色带给大家 对对没错 安全第一 对如果有机会演这种打戏的话 想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呀 呃 我希望能再再多接一些现代的吧 啊 现代的这种打的 我觉得那个很帅 就是那种啊 警匪片 对对对 近身格斗的那种 有网友说当年的俊宁歌是红不当时 那放在现在肯定是妥妥的古偶男主 你认可这个观念吗 我 没有吧 哈哈 就是还是就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吧 而且其实角色被大家记住 其实也是对演技的一种认可 对对对对 那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俊宁歌完成一个小互动 叫做哥哥来爆料 哎 哥哥来爆料 那截止目前有加满31位哥哥的微信吗 有啊 加满了 对 但是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哈哈哈 第一个加的是谁啊 哇 我出舞台的时候吧 德伟哥 我真的很小心翼翼的在加满微信 就是刚搬进宿舍 我都没有好意思加满微信 然后都是第二天第三天的那会儿 尽量的使得小气急 他突然说就是那个 哎 我们的那个音乐就是有没有最终的那个 demo 的版本有没有出来 摆到一个机盒说我这里有德伟哥 然后我传给你 然后说那时候我们没有微信啊 他说他都说好好家里 对我一个说爱一招吧 哈哈哈 继续努力 来我们现在第三个问题 请说出一个在你心里反差最大的哥哥 我觉得性格吧 我可能 因为一直都是听他死了都要爱的 我是感觉他应该是那种很酷的吧 就因为他在舞台上面就是都是那样 哎 但结果他真的他没有我想的那么的反差梦 哈哈哈 他是真的属于每天起来要自己冥想 平时跟人说话也是很呵爱 然后早上也是非常早的起 然后就是很养生很健康的一个生活 我以为他应该是一个就是很摇滚的那种 非常的酷的一个生活呢 哈哈哈 舞台和生活是有区别的 没错 好 第四个问题 请说出你心中最全能ACE的哥哥 ACE的哥哥 就是 各种担当 也是 很全能 什么都会 也是学到一个词 哈哈哈 那我肯定要推我的那个好朋友李承炫啊 他真的是蛮面面俱到的 哈哈哈 因为他很喜欢舞台 然后他就是在那个唱歌啊 舞蹈上面啊 都蛮OK的 然后他在那个宿舍里面啊 你让他活跃气氛也可以活跃气氛啊 就是就是什么玩一些小游戏啊 然后他也他也都OK 好 试下这波安利 好 谁是哥哥团的喜剧担导 喜剧担导 喜剧还挺多的吧 喜剧担当必然是仁柯了 一种兄弟情就是若寂若离 哈哈哈 因为仁柯真的他属于 他是很认真的在跟你说一个 非常无厘头的一个事情 我就知道 哈哈哈 我本来把这个谁来跳舞的 你来搞笑吗 你 像是我们可以可以跳广场舞 如果找一找一代舞够合适了 真的 就创这个然后跳 他真的很相信一个很无厘头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很好玩 嗯 那么谁是哥哥团里的活力有动机 活力 那我觉得是韦伯哥吧 元气满满 韦伯哥那真的属于他在哪个场合下面 他都是 啊 就是感觉他有多动症 哈哈哈 哈哈 对 哎 哎 哎 他一个地方坐的感觉他都悬不住了 哈哈哈 个人爱好健身达人 大家都知道就俊宁哥私下生活中非常的自律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自律的这个小tips吗 其实是我每天我不管再忙我都会运动一下 你包括其实录制哥哥的时候 就有时候还真的是从老到晚练的训练的是蛮累的 然后我都会保证会一段时间吧 让比如说早起的时候替别人多早起半个小时 流氧一下活动活动啊练一练啊 然后怎么样 我觉得我觉得其实我的这就是每天要动一下 哪怕你只是动一点点 但你循序渐进的你都运动了出出汗了 然后你就会会有那个不一样吧 就养成习惯了 谁是哥哥团里的这个运动推广大使 当然不让吧 自己 或者我跟客群哥可以PK一下 哈哈哈 先拉着 走啊 接着忙 接着忙 哈哈哈 节目里面有没有找其他哥哥们相互的切磋一下呀 爱健身爱运动的其实蛮多的 只要一到那个健身区域就每天其实其实还挺早的 那会感觉应该大家都在睡 但是有都会有客群哥 不客群 我觉得我们两个就像打卡一样的 我我每次一到那个健身区 我都会看一下哎 客群哥今天来了吗 然后那个每次这样心里暗奋的时候就 对对对就跑出来了 客群哥洗了个澡出来说哎 来了我都练完了 对对对有时候会因为我们我们不是不同的组吗 然后可能时间有时候不一样 有时候我也碰到哎他就说我都练完了 然后后来就是该你练就是他每天也是会 都要动一下而且他每天会穿那个暴汗服流很多汗 然后还有那个健豪哥也会 Voness健豪哥他也是就是很自律 对很自律就是经常也会碰到他 感觉真的像大学一样我们大学虽然没有健身房 但抢图书馆是那个一个意思吗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那个健身区域就是就是那么一小块 对对对然后所以一定要抢占先机去了以后可能只有一个瘤 一个抗瘤的那一片的那还是五公斤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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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次都说从以前看到俊宁哥到现在感觉你一直都没有变化 而且保养的特别好想问一下你是个保养的这个秘籍是什么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就是每天出汗吧然后每天多喝水我觉得这是蛮重要 就是你运动了以后我觉得真的会让你一方面你会很开心 就就这一天都会真心愉悦状态会非常好 然后还有一方面就是就会让你生清气爽吧 养生男孩盖章 那俊宁哥接下来有什么新作品要跟大家见面吗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现在有一个叫灿烂的转身 就是我和秦兰然后也演一对夫妻很多的就是在婚姻里探讨爱情的一个故事 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会蛮好看的 期待期待 对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俊宁哥 那我们现在身份信息已经何时无误了 不过要拿到我们的专属车票还要完成一个小游戏 你这个小游戏的名字叫做找自己 找自己游戏规则 张俊宁哥哥需通过解锁节目组给出的剧照局部图 并猜出图片上是自己饰演的哪个角色 最终答对数两伙伴极为挑战成功 会不会灿烂 不会不会 肯定不会灿烂的 选一个编号吧 三号 三号 撕掉三号 哎呦没看到 完了 完了 绝对不会是一个头套 抓的蛮有纹理 抓的蛮有纹理 齐刘海 对对对 因为我演过那种霸道总裁的 或者是他是老板 他肯定是往后往后走 或者是有一些头发这样的 嗯 往前的 往前的 你再选一个 再选一个吧 那我往下一点吧 看看我穿什么衣服吧 这个要选好了呀 选酒 酒 来看看是什么衣服呢 哎 我好像知道了 我演过的一个 就是跟游泳有关的一个电视剧 浪花一朵朵 哎 猜对了 林子 哇 有被帅到位 好 那我们去第二个 这个选几号呢 这次我选个中间的吧 六 这是一个古装 这个毫无端倪 他有一个 线 再来 三 三 这个应该能看到 眼睛是吗 眼睛是吗 啊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就刚才放了那个编程浪子 对 杜小佳 杜小佳 哇 偏偏少年 我记得拍这部戏的时候 是我人生当中最黑的时候 为什么呢 我们当时是在那个沙漠上拍 那边的日照非常的强 当时就想 我穿这个白衣服会不会越发的嫌我皮肤黑啊 然后我就每次都说这个陆小佳应该是 哎你们选我真的是不对 哈哈 选一个白一点的 然后就偏偏的那样的少女 但还是帅的了 还是帅的 第三个句照 来选几个数字吧 呃 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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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 哎 眼睛 看起来也是一个古装戏 对 再来选一个数字 选 二 二 看看她的头饰是什么样的 啊这个也简单 则天计 对啦 则天计秋山军 哇这个表情帅 帅 最凡 最凡 呀 三 我来看一下第四道 这个再来选一个 这个我看九 九 哎呦 现代戏 现代戏 这个应该感觉像个霸总啊 应该穿的感觉像穿的西装 是西装的感觉 五 五 这应该能看到表情 哇 总裁的微笑 这应该绝对是总裁了 感觉 三 看看她的头发 哦 啊 这样的 啊我知道 那那个 你和我的清晨时光 对的 我们的围凯 是的 来我们看下一道 六 哎呦 又是嘴巴 四 看看她的头发 嗯 嗯 感觉像是一个年代戏 年代戏的一个 嗯 对 然后看看九 往下 打球 总之很有年代感就对了 设计图 这个是那个 祝孟情缘 多少钱 感觉美语之间很深沉 对 因为她是一个那个建筑设计师 然后她就是在设计那个图纸 这是我是为为数不多的演的年代戏 文代戏 嗯 对 来看一下倒数第二个 四 四 哎呦 一双眼睛 眼睛 深邃的眼神 八 看看衣服 八 哎呦 小皮 一 看看二 看看我的头发 啊 我知道了 也是我为数不多演的一个现代的一个就是 打的那种 就是杀无赦 嗯 张蕾 对张蕾 哇 这个表情很到位 天呐 那你能现现场还原一下当时的这个 美眼之间的这个神态 哈哈哈 对就是一定要皱起自己的眉 来我们看一下最后一题 最后一题 啊 五 哎呦 啊这个我知道 这个我知道了 印象太深了 因为这是我第一部戏 五星大饭店 没错 欢迎楼 我曾经把这里作为我事业的寄托 也曾经 想在这里实现我的幻想 你能透露一下你的幻想吗 我幻想 成为像您一样的人 那我们恭喜哥哥完成我们的这个 不动小游戏的挑战 恭喜 全胜 对完成了我们这个身份认证的信心 恭喜俊宁哥拿到了专属甜蜜车票 在这边 签上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上车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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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一下 你要不要猜一下上面的这个座位信息 哦三盘要算你们还蛮有心的 这是我的生日 对 没错 那俊宁哥在灯车之际有什么话要对我们甜蜜的任务的观众朋友们说的吗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看拼金斩棘的哥哥 然后要支持我们 然后支持每一个哥哥 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一个哥哥就是真的都是很爱这个舞台 很爱音乐 我们希望就是能把最好的舞台节目然后带给大家 好的 期待哥哥之后更多精彩的舞台 还有深入人生的角色和作品 没错 我们在最后我们甜蜜的任务在今天就要给大家说拜拜了 希望俊宁哥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的表演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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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微博参与甜蜜的任务话题讨论 开启愉快聊天模式 关注微博官方账号 甜蜜的任务官方微博 实施GET节目惊喜片段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那世界第一等这首歌演唱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当时有没有会担心自己驾驭不了 超大我真的恨死人科了 他当时为什么要挑这首歌 有什么计词小技巧的 我觉得就是死记忆背 刷牙的时候 一昂昏 死注定 睡觉的时候都是一昂昏 死注定 背这首歌就是整个就是洗脑就对了